鄉親土地騎到現在大家晚安 年代九合的選舉已經進入了100天以內 這個選舉台中市跟台北市 尤其這兩個星期 國民黨在進行 但是台中市有得收到沒有得到 台北市連勝有得接的候榮賓 繼續做國民黨的親友 這是整個台灣 包括國民黨尤其最關心的事情 那麼要讓市民相信你 投票給你 你當然要讓它經濟好 而且治安不能差 我這麼找下去 給各位介紹現場各位來賓 台北前立委劉文雄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羅淑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港官資深媒體的康仁俊 大家好 資深網路的觀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 雪木一開始 給各位報告一個最新的狀況 台中豐原分局晚間七時前往市區錦羽街 來擊捕兩名涉及日前資源回縮場 強盜案的嫌犯的時候 遭歹徒開槍反擊 偵查左張紅張腹部重彈 另有一名歹徒也被警方開槍擊中 警匪雙雙送役 目前還有一名歹徒在逃 現在我們來看看現場最新的狀況 主播各位觀眾 台中是晚間發生警匪槍戰 那麼透過鏡頭可以看到就是在這一棟 靠近翼中商圈旁的出租套房內 台中的豐原分局警方來這邊查案的時候 遭到了兩名強盜嫌犯頑強的拒捕 那麼開槍向警方攻擊 那麼其中一名偵查左他的腹部中了兩槍 那麼另外警方在開槍過程當中 也擊中了其中一名歹徒的臀部跟四肢 一共中了七槍 一警跟一匪都雙雙被送醫急救 來聽聽警方最新的說法 這個案就我們在8S5號有發生一件 那個回溯場的這個強盜案件 經過我們警方多日的偵辦 那我們這個由車來追的話就鎖定某一棟大樓 那這一棟大樓的話 我們足以的清查 那這個因為要進去不容易 所以我們有同仁在底下那個拿這個 這個鐵把上去的話 把門打開的時候先控制一個人 那控制一個人了以後 因為我們在清查不曉得醫師裡面還有一個 他悶不吭聲的就開槍了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情況 公司員警沒有任何裝備嗎 有 我們樓上的都有穿防單衣 但因為這個同仁是在樓下 執行這個駕駛的一個任務 所以他是拿著這個TT上去的 所以他是輸掉 因為他本身不是攻堅的 他本身不是攻堅的 那本身你們之前有情資說他們就有拿槍了嗎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是 以車追人我們調業監視器以後 經過多日的偵查 發覺可能在某一棟大樓的 這個地位相當的高 警方剛剛說明了最新的案情 那麼中槍的這名偵查所他姓張 今年41歲在豐原分局擔任偵查所的一個職務 那麼今天晚上他來到台中益中商圈旁邊 這棟南街的出租套房內 棄捕兩名 涉嫌在8月15號這個資源回收廠強盜嫌犯的時候呢 他本身的今天的任務編組是屬於駕駛 那麼今天上午 今天晚上呢 前往攻擊的時候 他因為在駕駛的編組裡面 並沒有穿防彈衣 因此上樓疏忽了 結果被另一名躲在浴室裡面的歹徒 給開槍伏擊 那麼這名這個 那個偵查所他目前 左邊腹部卡的一個子彈在肋骨下方 那麼其中右邊腹部是被子彈貫穿 目前送醫還在開刀治療當中 那麼另外一名這個歹徒呢 則是臀部中了一槍 另外六槍則是散佈在四肢的地方 目前也送到醫院來急救 那麼目前兩人傷勢狀況 我們都還在掌握當中 那麼另外一名歹徒 則是已經被壓制了 那麼稍待一會兒呢 警方如果最新的案情說明 我們會隨時為你做插播報導 將鏡頭先交還鳳內主播 好 謝謝各位朋友 這就是一個令人看來又憤怒 可是又難過的一個消息 所以這警察功能就是除暴安良 沒錯 為什麼累次都要有警察 不管什麼原因來受傷 甚至於有生命的危險 這個首先啊 關於豐原分局這個張姓偵查所 就是俗稱的刑警啊 這位弟兄啊 他現在中了兩槍 其中下腹部的一槍貫穿啊 上腹部的一槍啊 聽說打進去 子彈還卡在肝臟 所以造成肝臟大出血啊 有生命的危險 希望他能夠平安的度過啊 那麼除此之外呢 這個案情是8月15號的時候 有兩個持槍的歹徒 入侵了這個神鋼的一個 廢五金的這個回收工廠裡面呢 洗劫了118萬 所以經過追查追查追查 封原分局的偵查隊 才查到現在台中北屯的這個 等於說出租小套房 而且呢事實上掌握了 我剛剛強調了 他們的兩個是 兩個是拿槍進去刑搶的 其中拿槍的歹徒呢 還曾經把槍對準了 這個廢五金的這個 等於說啊 他們的員工 所以廢五金員工 還剛才做投降狀啊 然後任憑他們搜刮 也就是說 從頭到尾都知道 他有沒有有槍 只是你不知道他們有的是 真槍假槍 是什麼樣的玩具槍 還是什麼 什麼樣的這個型號的槍啊 可是我不了解的是 就是在我26年的 跑社會新聞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從來沒有聽過 任何一個圍捕歹徒的過程當中 尤其你知道他有槍 射擊一個重大的槍盜案 也就是說 他一旦遇到警方圍捕的時候 他是會拼命的 我從來沒有聽過 任何一個圍捕重大的槍擊案 還是殺人還是強盜案 尤其是歹徒知道有槍的情況下 會有任務編註裡面呢 負責開車的偵查所是不用穿 穿戴這個所謂的防彈衣 我從來沒有聽過 因為任何一位刑警 那我請問你 那負責開車的偵查所 不用穿黃彈衣 難道就不用戴槍了嗎 對不對 任何一位去執勤的人 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 是要隨時遇到警匪槍戰 棄捕歹徒的一個對象就對了 所以你怎麼能親夫呢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曾經在查棄 十大槍擊要犯 米國破林博文的時候 台中的刑警隊長洪旭洪隊長 就因為黃彈衣不夠 把自己的黃彈衣拿給繼承了 結果去翻那個重彈的林博文的時候呢 被他一槍擊中就這樣殉職了 所以從這件事情 血淋淋的事情告訴我們 警方我們已經苦口婆心呼籲了那麼久 尤其諷刺的是 上個禮拜在發生所謂的 台中富商被綁架撕票案的時候 台中市長胡志強 又向黑道宣戰了一次嘛 那今天警匪槍戰的過程當中 結果呢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們警方單位的中槍 而且他的傷勢 遠遠大過於四肢中槍的歹徒 所以這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警方 我們給他任何一個裝備 任何一個槍支 說去圍捕的過程當中 都不能有一點點的疏忽 因為如此一個小疏忽 可能是造成一條性命 一個家庭的悲劇發生 這個蘇烈我們 剛剛前面講 這是正在選舉當中 當然不選舉 治安也是一樣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不禁要問 第一個警員為什麼會受傷 第二個為什麼這種事情 又發生在台中市 那個其實警察 他們有時候站在第一線 跟那個跟土匪 跟他們這些那個歹徒 在那邊廁殺的時候 其實是拿自己生命在搏 那我們要看的是怎樣 就是說 那當然一個地區的 一個治安的維持 你說好今天最起碼他有碰到了 判到牆 那你把他抓到了 那檢察受傷了 可是就是有行動嘛 那假如說有些縣市 也許說好像那個表面上很平靜 粉絲太平 對粉絲太平 那到底有沒有抓 其實都不知道 那我想說那個有抓 那雖然說表面上 那個數字比較好像不好看 可是最起碼有做 所以我們還是應該 要給他嘉獎 那我這裡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一些歹徒 他們的一些配備 比如那個手槍 你看什麼衝鋒槍 還有那個很多很多都很新式 還有手榴彈 對都很新式最先進的那個手槍 可是我們現在我們警察 再拿了那支手槍 還是十幾年前的那種 好像要一顆一顆打 那人家是那個 一秒鐘 連花那五六 有時候可以連花幾百花的 那我們佩佩不如人 那你佩佩不如人的話 事實上很多很多警察 警察弟兄們 他們有時候他們這些 看著歹徒什麼理 你不知道他拿的武器是什麼 可是我們的配備不夠 包括我們的裝備什麼 都有問題 那是不是他現在 什麼那個腰部重大 哪裡重大 那他難道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防彈衣 到底夠不夠呢 那到底是不是有沒有問題呢 所以我這些配備 還是要檢討 恭喜出來 如果我是台中市市長 三不五十就有這種 重大的搶案 匪案的槍殺案 那怎麼樣 我會對我的 我保護我的警察 不是只有保護人員 警察要保護 所以在上面 是可以討論 但是各位朋友 講到台中期 最近 今天最新是這個槍殺案 不過胡志強進行 有所謂的 兵統挑戰的這個動作 那麼幫助建動人活動 僅好台中市請入胡志強 網路一個調查 居然好感度的評價 勝過國際巨星金城武 那麼 胡志強對死意 感覺很意外 不少民眾說 不可能 不可思議 那麼還有民進黨的議員 也嘲諷 那麼到底是什麼狀況 來 我們來看看 大帥哥金城武 拿起除石器的脊水桶 加入冰塊 深吸口氣之後 就往頂上淋 從頭髮濕到上衣 即便一語不發 照樣魅力無敵 這幕伸直了女粉絲的腦海裡 不過金城武挑戰 冰桶的好評程度 竟然被殺出陳咬金 3 2 1 我愛他 台中市長胡志強 被冰桶灌頂時 連我愛台灣四個字 都還來不及說完 樣子明顯狼狽 但影片上傳網路之後 網友點閱 給予的證明評價 台中市長胡志強 竟於黑馬之姿 贏過了國際巨星金城武 會蠻壓抑的 因為 金城武是國際有名的人物 胡志強跟金城武 金城武 沒有 就會覺得比較 應該有比較有看點 要比比賽嘛 比髮型嘛 我都輸他嘛 搶了金城武的風頭 連胡志強自己聽到 都跌破眼鏡 倒是綠營的議員冷嘲熱諷 這個沒有人會相信 沒有人相信 金城武他覺得是第一把交椅 胡志強的冰桶秀話題十足 這回從政治版面 一舉要上了隱居版面 文雄雄雄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是故意要出胡市長眉頭 這個新聞是新的 這個槍戰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當然可以問 假設我們相信這個網路是 真的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就人民對他好感度是好的 可是回過頭再來看 剛剛那個槍戰 是不是要想想 那為什麼他做十幾年的市長 民調好感度這麼高 民調就是輸 好感度贏過金城武 民調就是輸給林佳龍 我們無從去了解 這個網路民調怎麼來的 或許宅神會比我們更清楚 不過大家可以注意看 這個林冰桶 有人是用架子去自己設計的 有人是自己公司做的 像郭台銘 那個比爾蓋茲是 他自己設計一個自己拉的 用物理學的理論 我們剛才用了很多那個台銅在導 你看他背後不是四五個婦女嗎 對不對 那些婦女就是他的網路 網路票的來源嘛 所以那個等於 我不敢講說一定叫行政動員 至少是有經過設計的 所以他比如果好一點 我們就不要每件事情都受到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意思 他自己都受到頭髮很少了 我們就不要在那個 我是覺得說真的 但是但是我這樣說 你剛才有提到警察這部分 那我也是覺得說 台中市 我們以前在當審議員 當了九年 譬如來講 生活圈都在台中市裡面 那也聽說 當時的中部六縣市 的生活中心也在那個地方 消費中心在那邊 那你就可以看到 各社各樣的人 人都在那邊 那當然你說在那個地方 那是非當然也多一點 不過如果是在 胡志祥市長這一任 特別多的話 那就要檢討了 那可能跟整個大環境也有關係 那可能跟台中市 是否他帶的團隊 也出問題了 今天我看的那個 這個分局長很好啊 許慶豐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 援警不要受傷的話 就一百分啦 人也抓到也破案了 然後都安全了 迅速 都迅速 唯一這個遺憾 就是他的援警受傷 當然 瑞德把原因講得很清楚 我曾經有幾位 這個刑警的朋友 他們自己上美國的那個 警用器材的網站 去買那個防災背心啊 自己來 為什麼 因為政府那個太重太笨嘛 行動也不變啊 要跑也不會有啊 要撥也撥也不會中啊 看說自己買薄一點的 但是 比我們的效果好 那我就在想 這個錢 我們台灣隨便放個煙火 好幾億 難道這種防災背心 我們買不起嗎 我們大概一個月 可以買好幾個 買好幾個這個 你意思說他有可能 因為裝備不足 裝備不足 因為太重了嘛 我又就是剛剛講的時候 這種訓 就是情務訓練也有問題 恰當的裝備不足 也有問題 就是說太 但因為太厚太重 我開車不方便 那我乾脆脫掉了 但是如果給他一個比較 比較和聲的 是 比較方便的 開車運動 在前進 在追著 都好的話 他為什麼會不穿呢 所以這個 這有很多問題 這裡我補充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台中市政府啊 他現在是直轄市 那麼他花了六億 要蓋馬祖文化園區 那馬祖像的那個基座嘛 對不對 事實上呢 也雖然國家的武器 跟這些防災衣什麼東西 是由警政署統一嘛 事實上警察是屬於 預算是屬於你波大 你也可以拿一筆預算出來 全面的改善 讓台中的警方 擁有全國第一輛最優秀的 那個警用設備嘛 這不是不可以的嘛 是 這個我是 在過去的大選 有一次發生一個狀況 我當主持人 我穿著 這一個防災衣 他們提供給我的防災衣 上場然後回家 很重 穿起來真的很不方便 不過 我們真的不是要給胡市長 澆人水 在網路上獲得好感 贏過金鐘 理論上你覺得有沒有 第一個有沒有可能 第二個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話 這個網路的好感為什麼 對市長的民調拉不上來 我覺得這樣講 有些事情在這個世界上 本來就沒辦法解釋 所以如果不能解釋 就是我也解釋不了 我也解釋不了 但我應該這樣講 就ALS劍動人 這個ice bucket challenge 就是冰桶挑戰 其實來台灣 稍稍有一點變調的原因 是因為在國外 多半是你很有名氣 或是你很有錢 你把你的名氣跟錢 借給這個活動 借給劍動人協會 借給他募款 而不是你把這個活動 借給你自己 是你出比較多名 但是他們沒有獲得 相關的照顧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台灣你仔細看一下 全世界的劍動人挑戰 台灣可以排世界第一的 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參加這個活動的 政治人物特別多 那大部分的 你去看美國 大部分是運動明星 或者是電影明星 或者是創業的這種 企業的 但是你沒有看到多少政治人物 什麼某州的州長來參與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台灣變成這個樣子 但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對於政治人物的 期待是更高的 因為你透過政策的改變 你可以讓劍動人獲得更多的資助 可以獲得更多的幫助的時候 你其實不需要淋那一桶水 你也不需要跟金城武比 因為金城武不是台中市市長 但你是台中市市長 你能夠告訴我們是 你把什麼政策改變了 讓台中的劍動人 獲得更多的照顧 而不是這種水淋下來 對你來講 你有什麼收穫 或是你獲得什麼知名度 你贏過了誰 我覺得今天應該這樣講 這一次的警匪槍戰 其實是一件 案件調查到最後 你一定要把神之以法 你一定要抓到他 所以發生槍戰 我們不能怪胡志強說 你狭區發生槍戰 但是問題是要推到源頭是 你為什麼營造了一個環境 讓這裡會有更多 或者是更容易發生犯罪 我覺得我還是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一直在談的負商的綁架案 那負商的綁架案 其中有一個說法 是他身價其實不止50億 是他花了50億買這個地之後 現在可能有100億300億 那我得要講的是 仔細想一想 如果這個地價不要漲成這個樣子 如果在台中市的地價 或房價是合理的 這一個人的財富 沒有那麼的多的話 會不會這次的案件 會被避免 你是說因為某種程度 大環境給他一種橫財 造成死於非命 應該這麼說 整個環境造成了 有些人的財富 可以突然間暴增的時候 仔細想想 一個社會有自我療癒效果 也就是當財富分配不均的時候 有的時候透過稅法 透過你地方政府的規劃 可以修正 但有的時候 就會有黑暗的力量 開始運作的時候 在台中 我們是不是應該 再進一步想一想 在胡志強執政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讓財富變得更平均 還是在七起你看到那個房子 是你一輩子住不起的 而這些房子裡面 有多少人他的錢財 又回饋給台中市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任俊我們可以這麼講 也許胡志強贏金城武 是某種程度的巧合 但是這麼多的犯罪 一直在大台中 或台中地方 聽起來不像是巧合 我覺得這樣 胡志強這幾次裡面 不斷的像黑道在宣戰 我必須要講這個是破功的 雖然你每一次跟黑道宣戰 對選票來講 或對你正面加分有沒有幫助 有 但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馬上被打臉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如果就一個網路上面 這樣潑冰水的 這樣一個影片來看 因為它是一種 用正向值的表現 那當然感覺上是 胡志強是贏過於金城武 可是這兩個完全不能夠相提並論 胡志強長久以來在台中市 他就是保有一個叫做 好爸爸的形象 好父親的形象 或是好先生的形象 可是問題是 他並不代表 他在市長的任內 他是成功的 所以你看 前面的時候 我們才看到胡志強 像所謂的黑道宣戰 我們也好奇的是說 在每一次胡志強 向黑道宣戰的時候 你到底獲得了多少 正面的成果 還是你每次喊完宣戰完之後 他成為一日新聞 兩日新聞 我們事後沒有看到說 台中市警方在所謂的 黑道這一塊裡面 你到底真正具體查獲了什麼 我必須要講 你如果從胡志強執政以來 賭 賭 還有槍 這三樣東西 其實一直在台中市裡面 是一個非常大的自然隱憂 可是到目前為止 就是到今天為止 你今天從這個警方去查棄 所謂的之前說的兩名搶圖來看 這歹徒有沒有地緣關係 有 因為他是在台中犯案 在台中落網 所以相對來講 他不是從外縣市流傳到這裡來的 那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可惜 當然那個警方的殉職 他有沒有舒適 有沒有像瑞德哥所講的 我覺得這個可受公平 可是胡志強 你更應該檢討的是 在這幾年裡面 你不斷的透過宣戰 像黑道去挑戰它的時候 你沒有獲得任何的具體成果 到今天這樣一個援警 他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 我們當然希望他能夠 渡過這樣一個難關 可是我們不希望 再看到下一個警察 再出現像今天這樣一個危機 所以可能光靠金城武 不能達到提升民調的後果 我們這段情報 再稍微分享 謝謝 不但柯文哲有意見 今天連國民黨當地起玩 都攪開記者會 騎出來環隊 連勝文的一兵遷移計劃 還能堅持下去嗎 或者他有別的說法 我們來看看今天各方面的聲音 這裡就是南港山豬窟 也埋場富裕公園 連勝文打算把第一殯儀館 移到這裡做成生命園區 不過引起當地反彈 南港山豬窟生態公園 放眼望去一大片草地 休閒設施應有盡有 這個社區民眾依賴的綠地 卻成為連勝文指定 簽建殯儀館的地點 在地議員跟里長忍無可忍 大動作開記者會抵制 好不容易已經脫離黑箱 脫離垃圾山了 你現在又把這個炸彈 丟在我們舊莊 你叫我們居民是二等 還是我們沒有納稅 這太不公平了 我們一定事實反對一定的 他們卡親手也知道 用屁股想都知道 不要用頭腦 當你把殯儀館 設在山豬窟的時候 整個地區的房價是會下跌的 走山的問題 所以那邊的水土堡 還有表示那邊的地址 都有一些不合適的因素 個人認為一兵只有存廢問題 存廢問題 他沒有遷移的問題 一開始都沒有跟我們溝通 到現在為止 也好像也還沒有什麼溝通 你也不要整天在FB上放話 真的不好 遷移一兵是我們的政策 遷移到山豬窟是我們的選項 對於這個選項 當地的黨籍市議員 以及當地的居民有些意見 那對於這個意見 我們都會虛心的來接受 然後來持續做溝通 各位朋友 所以我們說大家都認為說現在的社會氛圍 尤其是對年輕人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希望能蓋那種出租型的社會住宅 只租不賣 那大家說要不要蓋 我想所有人都說要蓋 可是蓋在你家旁邊要不要 都反對 但是蓋聖文有沒有跟當地的 當地的市議員修了解一下 那今天就說一兵要不要簽 其實一兵要簽走的話 其實這個是很早很早 大概有共識 對對對 要有的計畫 那當然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其實事件的溝通很重要 是 那我個人是認為是這樣 就是說 最起碼他連社會 他很負責任 他說 我一兵簽走 我那個地方要蓋社會住宅 他要把地方找出來 他該設施了沒有問題 現在是要簽到那個山豬庫 那當然你簽到那邊去的話 當然他換了一個 就是說他沒有先溝通 那事實上也不需要簽到山豬庫 他只說險象 那不需要 因為我們現在一兵 因為那是我的選區 我很了解 現在一兵他已經沒有火葬場 沒有那個火化了 他只是在辦儀式而已 其實你把這些 把他弄到二兵去 二兵你只要加蓋 你現在國外有很多 都把那個樓層加高 往上拉 而且還有二兵 後面還有很大的停車場 那些其實可以蓋 你就是把這個 弄到二兵去 就得就解決了 所以不需要說 哎呀好 一到哪裡去 那我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話題 是連社會人自己提起來 他也熱心想到說 一兵大概有簽掉 有共識或者廢掉共識 可是山豬 因為第一開始不是說選校 而是講的是山豬庫 他事先有沒有想到山豬庫 那邊恰不恰當 還有對當地人公不公平 之前有沒有想到這一些 我是覺得他有時候 有時候很多的政策提出 有時候就說 好像是不是說 有沒有經過很盛世熟慮 就好比說你柯文哲 柯文哲他不是講說 那個台北市他蓋五萬戶嗎 那五萬戶他說總共有 他說有198公頃的土地 可以蓋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假如台北市有198公頃的話 那為什麼好籠賓都沒辦法蓋 那他就可以蓋嗎 所以我就去跟財政部調資料 後來我現在調了一個資料 我就好像很好笑 那人呼嚨我們 他這個198公頃 是那個他的 他說因為他財政部給我 是說簡輕易言 只是問他說 台北市有多少建地 就國有了有多少建地 那他就給他回他說有198公頃 是 那現在可是198公頃能不能sky 他也沒問 他就啪就說 我就是五萬戶 所以要蓋198公頃 可能這樣就怕錢啊 他說198公頃裡面 他說非公用地 125公頃 有73公頃是 設計國家安全局的只用地 但是他說很清楚 他說從資料上初步判斷 這些土地並非都是地形方整 可以單獨建築使用 有的面積不到1平1公尺 而且地上雖然沒有建物登記 但是不代表沒有使用 是 這也是空的啦 所以我意思是說 有些政見都為了說 你說什麼就應付一下 但是最終要說 連社會有人說出來 他要去那裡 你講一下你不跟我說 你要去那裡 他說叫你咕咕去 叫你那個上網去 去自己自己咕咕一下吧 那可是現在證明 告訴你說假的嘛 是虛的嘛 所以你告訴我們在哪裡 所以大家 我覺得提政策的政見 是 讓大家想看看 做一個思考 否則的話 你這樣弄出來的話 還不是被人家打槍 被人家罵 但是仁俊 現在如果委員 我們把柯文哲 他講的 也不確實的地方講出來 但是因為 因為 連勝文之前講的 三豬庫 講得非常確定 包括 蔡正元都講出來 這個那個 都鎖定在內 這兩天看 苗頭不太對 才說是選項之一 國民黨 不議員誤會了連勝文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你認定說 一兵要簽 這是一個議題 你具體指定說 要簽到三豬庫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必須要講 連勝文跟馬英九 是一模一樣的 馬英九現在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做任何的決策 都是我做了就算 我說了就算數 你有意見 我再來跟你溝通 你剛剛看到 連陣營的翻譯 他是怎麼講的 這是我們既定的政策 你大家有意見 我們再溝通 那不是一樣嗎 就是說你任何的 一個政策 再不叫政策 你要被拴到 你想想做政策 這只是你的一個政見 所以相對來講 當你在擬定政見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具體的去評估過 他可行或不可行 你今天說 因為一個民進黨議員 去那邊抗議 你就跟人家講說 在那種充滿臭氣的地方 你看過畫面看 他臭在哪裡 那個地方三明水秀 你現在看到畫面那個樣子 你在你滿腦子裡面 你搞不好還認為 那是垃圾場 所以我說你今天 你的幕僚去提供你 這樣的一個專業的建議 我必須去講 這是一個很專業的建議 因為你具體提出 三豬庫這個地方 你今天不是說 你現在說一邊要簽 或一邊要拆 你不是這樣 你已經有具體地點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 你不要亂拗 如果你今天真的覺得不可行 不可行就不要亂提 你不要提了之後 被自己的議員打臉 你再來講說 什麼市議員的意見 我們都可以尊重 我都可以這樣 不好意思 真怕不是這樣說的 你知道嗎 不是說你現在說一下 人家給你打招 像新生高這個部分 你再來講說 有啦 我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要花比較多錢 或是這樣 我覺得那事後解釋 沒有什麼用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提出政策的時候 根本不夠成熟 是 難道聯社會腦袋裡面的 那一塊山豬褲 等於垃圾掩埋場 他不知道已經不掩埋了嗎 他不知道那邊已經有山水 生態公園嗎 選舉進到這個階段 臺北市民要進入真正的 兩難的地步 過去已經講過很多次 現在兩個候選人 各自有各自的挑戰 一個是不知道 比他窮的人在想什麼 因為他很有錢 一個是太聰明 所以不知道 比他笨的人在想什麼 那現在這樣子的政策競爭中 就有一個問題 顯然聯社會人做運動的地方 不在山豬褲 所以他不知道那個地方 已經綠化了 變成一個大公園 所以他會覺得那裡 還有臭氣 他會覺得那裡 怎麼在那麼臭地方 還有一個不錯的游泳池 是 那麼還有人常去那邊游泳 也沒聞到什麼味道 還有蒸汽可以浴 是 那第二個 可是我也必須要講 那柯文哲對於松機 也就是松山機場的政策 他也告訴我們說 這個地方很有想像空間 但我很笨 就是我沒有他那麼聰明 我不知道你想像到什麼東西 已經太客氣了 也就是 那松這個 我們的一兵是不是要搬到那邊去 或者是一兵不搬到那邊去 那裡松機要做什麼 你松機對山豬 哇這個好打獵去吧 這我現在就很困擾 就兩個動物 一個松機一個山豬 沒錯 到底哪邊的政策比較完整 那我想今天就 比較持平的講一下 我們今天期待 看到台北市場候選人 是有一個完整的政策 也就是從前端到後端 你除了要改變一個東西之外 你要有這個東西的解決方案 也就是好你松機要簽 那簽了之後那裡要拿來幹嘛 原先這個運量要改到哪邊 好這要有完整的方案 那你說一兵要簽 好簽完之後那邊是要蓋地堡 或者是要蓋一個這個生命園區 或是很漂亮公園都好 那但是後面有沒有什麼相對應的配套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部分 柯文哲沒有贏那麼多的原因 是因為聯盛文過去都是這麼犯錯的 所以他這次沒有犯特別大的錯 他只是跟以前一樣 可能搞不清楚當地居民會怎麼想 因為他沒有去過那邊 但問題是柯文哲在這裡 你要想辦法扳回一城 恐怕不是笑聯盛文就夠了 因為聯盛文有我們在笑嗎 我們也會笑對不對 那是我們的任務 對我們的工作 柯文哲的工作是要超越 而且笑聯盛文之外 他還要做什麼 我們也可以笑柯文哲 只要是候選 以後可能有權都可以笑 但是不管怎麼樣 笑跟哭是兩回事 我們寧願山豬哭 不要市民哭 對不對 那文英雄兄 現在我覺得至少有一個優點 他們都是針對 台北市如何能更好 如何能更適合大家住 來提出況 不過說真的 聯盛文大概沒有想到 有當地的 國民黨的市議員 聯手出來 給聯盛文 我在想 因為他們兩位都不是很成熟的政治 我們現在素人也沒有什麼素人 一個是官二代的什麼素人 一個是在社會上在一屆打混這麼久 就是說這兩位都對政治 還不是那麼成熟的人 可能在這次選舉是要比什麼 比說錯話 比說錯話 做錯事要少的人 才有機會贏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第一天聽到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就跟當時我們再上另外一個節目 我就跟林火華老師說 我請問你 你當年在為馬英九做這個白皮書 你怎麼做的 他說白皮書這樣 我們就大方向先提出來 然後提的時候 旁邊一定要有些真正的專家學者 不是那天來一個非常了不起 很聰明又會說話的蔡正元在那邊說 沒關係 我請法師道士幫你念經 不是要這樣講嗎 就是 不是你在主導這個候選人嗎 是候選人要主導市政 結果你一個總幹事在那邊 把這個 然後這個候選人還認為說 你是太好了 戰神 我這個保留 但是怎麼樣犯錯少 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深思熟慮 像這個要做這個這個社會住宅 那麼能夠把這個一兵牽線 這選項之一 而不是說 山豬庫是選項之一 因為那些計畫 我說實話 你當市長當一屆四年 我我我跟您報告 因為我在第一基層的這個單位待過 是 從選定 選定做計畫 到選定地點 在郭東學調 在編譽站 踢更了 是 一任市長已經過了 等你蓋好是第二個八年了 所以你那個一兵還在 你那個還沒蓋好 所以我是說 這都是沒有經驗 我不曉得幕僚在幹什麼 如果組織不行 幕僚要強一點 那現在就是組織不行 幕僚也差 那我然後再說 就是說這個計畫可以提 但是不是提一兵牽線 而是提說 我們將來怎麼樣 創造更多的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 你就從都根開始 你都根的時候可以說 我都根的話 如果政府來參與 公辦都根 留下來的部分 我就說四二住宅 蓋的人沒有意見 那問題現在不是 你特別提了一個案子 然後很容易出錯 那很容易對大家批判 好了 現在他的那個前發言人說 不是選項之一 本來只是得罪一個地方 現在全台北市都得罪了 因為什麼地方都會去 所以就糟糕了 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垃圾也埋場 跟殯葬業或者在哪邊作業 移兵到哪裡去 這其實跟連勝文的生活 說真的差滿遠的 所以在這塊上面 他很自然就不會想到 一般庶民的感受感受 對同理心啊 勸缺的就是一個同理心 現在的第一殯儀館 事實上只負責 就兵櫃把大體放進去了以後 告別式舉辦完了以後 你要火化還是 因為我們現在鼓勵火化 所以火化的話 還是要送到第二殯儀館去 是 那麼 後來不是勝利連線嗎 連勝文又講了一句話說 雙北市可以合作 雙北市可以合作 喔 你的意思是說 一兵攏了 尾班上去了 那板橋這些 板橋常常錄這些 為了這個地價已經便宜 都蓋不起來對不對 是 不是以零為禍 一兵要不要簽 當然要簽 因為他的主要功能 就跟當年的極樂殯儀館 一樣已經消失了 可是問題是 你為到連勝文陣營 連勝文為到要 請中山區一兵這麼附近的票 是 你就不要南港就裝 山豬窟附近老百姓的票了嗎 你有沒有尊重過他們 你要提這麼大的一個Case的時候 你為什麼 為什麼一兵牽走 民權動陸家 老百姓光好啊 房子會脹啦 我們這邊就不用再聽 人家那個看法 脹一色就離開了 為什麼 嫌惡設施嘛 嫌惡設施現在山豬窟 垃圾也埋場 好不容易變成公園 好不容易喔 是 花了幾十年時間 結果你現在馬上 又弄個殯儀館在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會抗議 而且為什麼國民黨怕跳出來 因為議員有所謂的 跟老百姓接觸的第一手的資料 還有就是說啊 特別提出一件事情 柯批也不是什麼不能批評的喔 不要忘了他307我就批評他 他太草率的提307對不對 307為什麼呢 307這一次高雄氣爆 全國唯一啦 一跑一天啦 你知道嗎 這個就了不起的 還有啊 那個所謂的松山機場 該不該簽 我告訴各位 我也反對廉政營 廉政營說啊 減刑不可能啊 有些人不可能 國民黨說不可能 總共不可能就不可能 但是 我告訴各位 當年主張要簽 松山機場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廉政營的總幹事 叫蔡正元 因為他說 要把松山機場牽走了 當時的計畫 他的計畫是 把他移到 新北市的山支 填海 像關係 像那個日本的關係 機場一樣 填海在那邊 當時他主張的是 要把松山機場這一塊 變成所謂的國際的什麼 什麼貿易街道 我反對 為什麼 台北市民要的幸福 不是只有錢 不是只有創造這個商業利益價值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基隆和第一排 都是客人 你沒有五千萬二千萬一千萬一千萬 不可能住那裡 為什麼不蓋一些青年社會的住宅 給這些年輕人在所謂的第一排 現在你去看看松山機場旁邊那些 那些是什麼 濱江街 修禮場 汽車場都沒辦法 我昨天到山崇去也是一樣 是 旁邊都是大樓 你只有在航道下都不能蓋 不是說大樓比較好 而是大樓他的安全係數 一定比老舊公寓好 給人家希望可以談嘛 但是談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當地老百姓 他們的意願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同歷心 連科陣營明天就跟你聯絡 我們這段新高家 休克教堂繼續 謝謝 故鄉新竹成立一屆後援會力挺 柯文哲當然不能學習 現場動算聲不斷 前一站到母校新竹中學 不只學生時代的老師前來背書 柯爸柯媽也特地穿上 象徵醫師白跑的白色衣服 替兒子加油 這步沒看到柯文哲 覺得有點累嗎 有啦 每天在電視看也很累 看得很累 看得很累 柯媽媽畫臨滿是心疼 但是有家人力挺 柯文哲越戰越勇 對手拋出第一兵醫館 簽到南港山豬窟的話題 她緊咬不棒 你提這個證件你知道 如果你們自己國民黨的議員都反對 那你怎麼有可能去說服民進黨的議員 那如果你連議員都說服不了 你怎麼有可能去說服當地的居民 錯了就說 我錯了就算了 再改就好 有時候就是不肯改 硬拗結局就是會這樣 換到哪裡去當然有很多選項 那有人認為說 也許可以一兵就地廢除 因為人口減少的緣故 也許不需要再有一兵 那有人認為說 也許透過雙北合作 我沒有改口 因為我想我想再怎麼樣 總比他這個機場變成火葬場 要來的好吧 聯科護槓短兵相接的局面 幾乎天天上演 聯聖文陣營還懷疑辦公室內 可能有對手的內鬼潛伏 像是聯聖文排定行天宮 進鄉後的第一天去參拜 柯文哲卻提前一天搶先拜 聯聖文主張上任後 公車四年內不漲價 柯文哲也同時喊調整公車路線 最巧的是聯聖文提出 U-bike 政策的前一天 柯文哲無預警拋出重劃自行車 入網的想法 在新聞群組上面重新做一些整理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主要是把這些開會幕僚 以核心幕僚為主 那盡量避免在政策宣布前 讓外界有一些不必要的聯想 其實我覺得不要想那麼多 我知道選戰有時候開會 一般都要出去碰風 特別是我們台灣的媒體太愛問了 他每次都說網軍是我派的 拜託我拿我錢去找網軍 好 各位朋友 台北市長柯文哲和聯聖文 短兵相接 現在開始懷疑 裡面有沒有躲著 所謂的張顯耀 然後再當對方傳公訊息 蘇勒 現在聽說 連陣營非常的懷疑柯文哲 有暗裝在聯聖文的陣營裡面 不然聯聖文的行程 為什麼都被柯文哲 不僅是跟上 有時候甚至比聯聖文還早 有可能 聯聖文裡面有柯文哲的內責 其實假如那個聯聖文裡面 有柯文哲的內責的話 那也是聯聖文自己要負責人 你為什麼要去允許 有個內責在裡面 還不知道什麼人 對啊 那我是結束 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等於說 選舉嘛 好像是疊對疊 那也許有些是巧合還是怎樣 其實也不需要那個 那當然每次選舉的話 都是有各個候選人 都有他的決策中心 那一般要做什麼 重大決策的話 一定就是幾個 最核心的人 大家一起討論嘛 那不可能說 把你把收了義工什麼都來嘛 那假如說 有那個什麼什麼 那個內責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你的核心的人 那核心的人 那就很恐怖喔 是 所以我覺得大可不必 也沒有那麼嚴重 好像 一定要懷疑說 是誰來臥底的 那也許 那你想辦法 就派個人 也到那個客戶者 那邊去臥底 不是得了嗎 其實沒有必要 我補充一下 我們國營事業董事長 都是共諜 是 理論 邏輯上有可能 不會不會 這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他本來那個 做共諜的那個人 他要讓他去當董事長 所以 當董事長的共諜嘛 那 所以我用這個話 實在是開玩笑講 是 是 連勝文那邊 平安想 如果那裡面有一個人 叫張喜耀 他就把他抓出來就好了 這樣叫不是 裡面有張喜耀 完了 到底哪個是張喜耀 所以在裡面的人 都變成張喜耀 是 這個不好 我說來聽一點 就算裡面有張喜耀 也說沒有 說全部都是謝志偉 就這樣 不能這樣比 不能 現在連陣營的問題 當然不是只有 只有山豬 或者是顯耀 還有雞排 現在雞排妹 也登上場了 所以 到底台北市長的選戰 連營跟柯陣營 他們所講這一點 這個 有關於羅委員 之前你在講的 這個台大什麼外科什麼 什麼這個 這個 替人家做白老鼠這個 現在連雞排妹都上陣 不過去上面對上是 蔡振元 到底這樣的一個選戰 我們 有沒有他 輕鬆地帶嚴肅的地方 沒有 我覺得這個新聞 就是蔡振元跟雞排妹 開始對話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很困惑 就我不知道到底應該要 要投誰的票 恭喜蔡振元跨入演藝圈 還是要感謝雞排妹 進入市長選舉 就在這個中間很荒謬 尤其是連陣營之前講 內鬼這個東西 就我覺得他幕僚是怎麼樣 嫌連營的這個 副門新聞不夠多 對不對 你這個都你自己抓也就算 如果你真覺得有 自己抓也就算了 你對外放出來了 等一下 你到底是怎麼樣 你覺得王玉琦這樣不夠醜就對了 埋在山豬 抓出來埋在山豬庫 我覺得這真的很荒謬 就是你覺得王玉琦那樣子 已經被全國媒體打 之後立委一定會修理他 你覺得這樣不夠 我也來玩個內鬼 我也來說個內鬼 那這到底是怎麼樣 你是在選市長還是嫌自己票多 那我覺得蔡振元弄到跟雞排妹在對話 這個除非蔡振元覺得演藝圈很不錯 將來可以出來主持節目 否則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 沒有重要性的一個插曲 但看起來蔡委員玩得滿高興的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競選壓力很大 所以他覺得趁機來玩一玩真不錯 是 任俊 那如果照這麼講的話 這一些選舉跟政見就是完全無關 沒錯 我們現在看起來這些其實都叫做花絮 我說花絮是說 他跟整個的臺北市長選舉 其實沒有任何的關係 其實你任何人都可以當一個發言人 那他基本上只要能夠把話講清楚 然後把東西傳達出來就好 不過現在你看起來 當然我認為柯文哲有柯文哲自己的問題 比如說他提出來的這個政見 到底可行或不可行 我覺得大家同步再去檢視 不過如果以連戰的 對不起 連勝文的這個政見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什麼你知道 當時連勝文陣營在喊出 所謂勝利連線的時候 連勝文陣營也在強調 就是我跟新北市已經完全溝通過 可是當時新北市那邊傳出來就是 我根本都沒聽過這份東西 這一次包含你提出來這個所謂的 要把這個一兵簽到這個山豬庫的這個部分 你會看到國民黨的議員 產生同樣的問題 通通都是你自己講的就算數 其他的我通通都不算數 那現在連勝文還暗示 是不是有暗示 要跟新北市合作 有關醫病的問題 要跟新北市合作 對 你現在又拋出來 就要跟新北市合作 我同樣用勝利連線那件事情 我再來問 那你新北市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 新北市民難道他就說 我小孩沒帶過來 都來我們這邊好嗎 我覺得他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變成說 一個陣營他要發言 你不要說自己以為自己獨大 所有人通通都要配合我 我比較怕的是那種王者心態 王 做王 你如果想做王 今天沒做到變成這個王 要下去了 好 來 我們這段先告一下 消告一下 消告一下 消告結束 謝謝 各位小弟在看台北市場 其實我覺得政見慢慢出來 這是好事情 那麼不管是互相挖對方的底 其實也是好情 隨便 那麼說真的 如果連勝營這邊認為 我今天的 我的行程被洩漏出去 那真的剛剛都講 你自己抓就好了 對 沒錯 為什麼會自己爆出去 那我覺得更有意思就是說 蔡正爺有時候 作為發言人 他要找法師 其實找法師先抓內鬼 不就是最後的嗎 對 沒有錯 他就因為抓不了 為什麼呢 事實上啊 我現在就把這件事情 聯想到 所謂張顯耀陸委會 這個特任副主委的事件裡面 如果 如果 張顯耀真的是內鬼 是共諜 是泄密者 那麼你應該 調查局檢調監控 然後到一定 時機成熟了以後 呼 就把他抓起來嗎 不是這樣嗎 這才是抓鬼嗎 對不對 你不會去抓鬼了以後呢 講個 再來確定 講個不客氣的 你現在連鬼是誰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還有會有一個問題啊 萬一那個鬼 最後發現層級太高怎麼辦 到底要怎麼處理啊 你本來要說 以後當護市長 還是當董事長吧 不是 沒有人那麼笨 你應該私底下 想辦法去瞭解到底是誰 就算如果有人在泄密 不管他的用意是怎麼樣 你應該知道嘛 還有就我覺得 現在選戰雙方都有提出 部分的這個證件 很好 因為不 但是不管是誰 當選台北市長 都要記住 你的票你會當選是 人家選民 一票一票被你投起來 你要尊重每一位選民 他的意願啊 不是你要人家怎樣就怎樣 你要簽到哪裡就怎樣 不是這樣 還有 講話要更需要 必須要更加的小心 為什麼呢 蔡正雲 連勝文也好 都不斷的說 在網路上有網軍啊 然後怎麼樣 就好像對你批評人 就是網軍一樣 他們曾經講過喔 PPP PTT 都是永柯一族嘛 今天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PTT一個戰長 本身就是 連陣營政策組裡面的人啊 對不對 所以話不要講得太瞞 這個所有的東西 都是開放式的 我相信這個時代 在台北市 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辦法一手遮天 所以拿出你們的證件來 尊重每一個選民 我相信啊 我告訴各位啦 所謂的君子之爭 都在開完票那一天 才開始啦 從現在開始一百天 抬個老會老弟 但是至少你要讓人家看到 我為什麼一定要選你 是 蘇蕾是不是連陣營裡面 還有非常多 人和改善的空間 對啦 我是覺得說真的是 那個整個連陣營喔 其實很多人認為說 哎呀那個連勝文的爸爸 連戰應該是選戰經驗很豐富 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好像處理事情好像不像 真正是說 很有經驗在打選戰的人 他爸爸有在管嗎 應該是沒在管 因為他們講要自主嘛 自己獨立嘛 年輕人嘛 所以就有時候很多的思考邏輯啊 就沒有很周全啊 當然我們都知道是說 任何一個政策的一個行程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批 批評馬總統嘛 就是說你任何的政策 你要拿到立法院來之前 你要先溝通嘛 先讓我們說明嘛 他躺著有縱槍 那事實上講起來是說 你假如有事情的話 自己以為我們 在임方準備好 我們好 那麼好 我們好 好 我們好 我們好